大家好 我是阿咪 今天我會和大家做我手上的指甲 叫什麼名字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發現每一款指甲都要想 它叫什麼名字太過艱難了 對我來說也太過沙漠老汁 所以我沒有幫它起到一個名字 總之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指甲 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Let's go 自己做一些生效出來 首先是幫指甲上底膠 這裡除了無名字之外 我全部都用了乳白色二合一的底膠 為什麼我會無名字不用這個呢 因為我剛才先做了一個拇指 而這個設計本身 拇指和無名字是預算做透藍色的 我想看看 在這個透藍色 我想看看用乳白色打底 還有用透明的底膠打底 呈現出來的透藍色效果有沒有不同 但這裡我可以說定的結果 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所以你們可以照樣 用乳白色的底膠 幫所有的手指打底先 當然啦 除了打底的目的之外 我本身也是想做乳白色底的 所以食指、中指和尾指 我都會再塗多一層乳白色 即是總共兩層的乳白色 每一層都要照燈 之後不說了 塗好底色 我們現在就開始做造型了 先從這個食指開始 有看過我上一條影片的觀眾 應該都知道這個款式 怎樣做的了 就是用這張很漂亮的 我叫它做一個 Inky Water 即是水中物 即是彩色的物 在水中化開的狀態 的一張貼紙 我用這張貼紙 做了好幾款不同的設計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我上一條影片 或者是追蹤我的IG 我會放一些照片出來 今次食指和尾指 都會簡單黏貼紙 做一個點綴 今天的主角是中指 所以食指和尾指的過程 我就不在這裡細講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我上一條影片 今天的主角是中指 它會用到的也是一張貼紙 它這張貼紙其實和這個貼紙都很相似 首先是它的顏色不同 它的深淺度比較強烈 然後它的圖片也不一樣 它的形狀 它這個會像是一些水蜜 在紙裡化開 就不是在水中化開的狀態 所以它的感覺會比較硬 更淺一點 兩張都是一些墨水化開的狀態 一個在水中化開 一個在紙上化開 所以我覺得兩個元素都可以放在一起 在中指貼貼紙之前 我會再畫多一點白色的紋 讓它的底部層次更豐富 這裡的紋其實很普通 很隨便地畫上去 因為反正之後都會搭貼紙 在上面會再搭色 其實不太能看到的 純粹是打底部 因為你不會知道 之後會不會有些垃圾 是會看到底部的 純粹是白一些紋 讓層次更豐富 底部的紋 畫完 照完燈之後 記得在貼貼紙之前 一定要結合 鴿面乾爽 才可以貼得穩一些貼紙 我們現在選擇貼紙 一兩張貼紙 搭著貼在中間的位置 貼好貼紙之後 我會照上一層乳白色的底膠 因為可以把顏色淡化一點 讓它軟一點 就和旁邊的水中物的貼紙 會比較容易配搭 然後我會在指甲周邊 畫一些類似生幼紋的白色紋 手法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不過形狀不是生幼 而是很隨意的 純粹是想做一種朦朧 層次出來的 所以 對 我是很隨意的 畫好些紋 照完燈之後 我會再次結甲 因為我還要再貼多一層貼紙 下下 其實今次這個款式 它本身我覺得 是不是一個難做的款式 只是程序比較複雜 因為它的步驟比較多 所以令到這款甲的難度 我會覺得是比較難一點 但是 其實你每一步跟著我這樣做 其實我覺得每個技術含量都不是很高 貼了這張貼紙之後 就會令到層次更豐富 這張貼紙是會最後一張 推平這張貼紙之後 就可以塗上 最後一張貼紙封好 和撫平 甲面 你是不是以為這樣就完 不不不不 我這麼喜歡 我又怎麼會放過這個機會 在這裡我會再加一點點閃粉 很少的 不需要很多 因為我不想搶掉它的底部 但我又想它的視覺層次更豐富 所以我會只是點一點點閃粉 令到不同的角度之間 都會看到一點點的光光 又不會很搶 但又有些東西看 剛才我提到這次的設計 帽子和帽名指是會做透明的藍色 我本身用HANA這支PC-07的藍色 已經是透明的藍色 但因為它是很深色的藍色 所以就算它是透明 塗多兩層上去 都會變得像實色的顏色 所以就算它本身已經是透明的質地 我都要再混淆粉 讓它的顏色更淺 比例大概是一份的藍色 混淆粉 兩份的粉 其實深淺度是大家可以自己調整的 如果你想再淺一點淡一點的話 可以再增加你的粉 如果你想深一點的 就可以1比1 這樣 混淆粉 混淆粉之後 先鋪一層藍色 在未照燈之前 我會利用它的黏度 去放銀色的 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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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搭到大塊幾乎 不想它太脆 我分了幾次 去放銀 haz 鋪 因為我本身 尤其是想呈現這種深淺不同的層次 但後來我做右手的時候 發現一次鋪熄 但同一顏色也蠻漂亮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一次過鋪好銀泊 然後再在上面再蓋色 還是鋪完一層再蓋色 鋪完一層再蓋色 這個大家可以自己決定 鋪完之後也是 用builder gel來撫片格面再上頭 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馬上看看漂亮的照片 平常要問大家的問題 大家喜歡左手藍色或右手的紫色 留言告訴我吧 拜拜